伊恩颶風在橫掃古巴之後 預計在美東時間二十九號 深夜會直撲佛州 美國氣象中心就警告 伊恩夾帶強風跟大量雨水 大規模災情恐怕無法避免 佛州針對墨西哥灣西部沿海兩百五十萬 居民發出了撤離令 警銷服務也會暫時中斷 州長呼籲居民要做好防災準備 隨著伊恩颶風的逼近 佛州的基威斯特島 已經出現了風浪 伊恩在二十七號橫掃古巴帶來強風大雨 當地媒體報導 全島居民全數斷電 伊恩不到一天的時間 就增強為三級颶風 氣象專家預計 抵達佛州之後 恐怕增強到四級 可能的登陸地點 從西岸的坦帕灣以南到邁爾斯堡 首當其衝的佛州坦帕市民 嚴陣以待 排隊離免費沙包的車流 蔓延將近兩公里 而有駕駛一等就是三個小時 加油站出現排隊車潮 不少人也湧入大賣場 採買民生物資 結帳民眾大排長龍 家裡開寵物醫院的民眾 十八年前 因為颶風而毀掉事業 這次也繃緊神經 全家動員補牆修繕房子 國家颶風中心警告 醫院將夾帶時速兩百公里的強風 以及驚人的雨量 橫掃佛州沿海 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 已經核准了救援計畫 佛州已經針對沿海兩百五十多萬居民 下達了撤離令 七千名海岸巡防隊員待命 州長呼籲民眾把握時間 做好防災準備 氣象專家指出 伊恩沿途吸薄了海洋水氣 而暖化造成海水溫度上升 讓伊恩一天之內威力增強六倍以上 受到氣候變遷惡化的影響 類似的情況恐怕只會越來越頻繁 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